当地时间14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世界卫生组织 在对抗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反应迟缓 没能尽到应有的责任 他宣布美国暂停 向世界卫生组织缴纳会费 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宣称 世卫组织没有及时分享 新冠肺炎疫情信息 没有提供及时的防疫政策建议 没有及时在出现疫情后进行调查 没有及时宣布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病 他说美国每年向世卫组织 缴纳超过4亿美元会费 作为世卫组织的主要赞助方 美国有责任对世卫组织 在疫情中的行为问责 在特朗普宣布暂停 向世卫组织缴纳会费后不久 联合国秘书长 顾特雷斯发表声明称 世卫组织必须得到支持 这对全球战胜新冠疫情的努力 绝对关键 美国最大的医生组织 美国医学会当天发表声明称 在面临一个世纪以来 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之际 停止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资金 是朝错误方向迈出的危险一步 该组织反对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 连日来 特朗普和一些美国政府官员 连番对世卫组织发起指责 对此世卫组织总干事 谭德赛8号呼吁 误将新冠病毒当作政治筹码 应在国家内部各国之间 加强团结 共同抗击疫情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 玛丽亚范科霍夫13号表示 世卫组织于去年12月31号 首次收到聚集性肺炎报告 1月10号就发布了技术指导 还为各国准备了应对材料清单 玛丽亚范科霍夫还表示 中国于1月12号分享了病毒基因序列 因此新冠病毒PCR测验试剂 才可以被迅速开发并与全球分享 截至目前 美国疫情仍未呈现平缓趋势 面对民众针对政府应对不利的质疑 美国一些官员试图通过指责他方 转嫁责任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 克里斯托弗·希尔日前刊文指出 美国政府现在只为一件事盘算 那就是推卸责任 感谢观看